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没有感觉到这么忙 可能在我们比较进入社会工作的时候呢 你就发觉人生开始越来越忙 你发觉说时间越来越不够用 时间过得越来越快 可是怎么可能时间会越来越不够用 而时间越过得越来越快呢 时间它是不可能比过得越来越快的 它只是一个感觉 我们会感觉到 当我们越来越大的时候 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 所以有些时候你想 我们不是刚刚过了年吗 那可是现在又要再过年了 那你发觉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 我们时间好像越来越短 越来越快 可是这个只是一个感觉 为什么我们大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呢 你们那些年轻人 或者是那些正在读 可能在国小的 在小学的 他们会跟你讲时间很充足 时间过得很慢 我希望可以过得更快一点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就是因为当我们越来越大的时候 我们就越来越多东西要去完成 我们就要忙忙碌碌地去 为这些事情来处理 所以我们就越来越体会到 时间不够用 时间越来越短 所以这个感觉 而且它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感觉 使到我们大家会赞叹说 一眨眼十年就过 一眨眼二十年就过了 那这个感觉 让我们这种的忙碌 会让我们感觉到 对很多事情开始产生 产生 开始越来越麻木 很多东西 我们都已经不想再去想 我们只想赶快做完 赶快回去休息 赶快再过另外一天 也使到我们越来越容易地 就开始心情有点急躁 本来对很多事情都很忍耐的 可是在这个时刻 你越来越没有这种的心情去忍耐它 那这就是因为我们越来越忙碌 我们的忙碌使到我们的心情 越来越感觉到 越来越 对事物感觉到越来越麻木了 那新加坡这个城市 是个忙碌的城市 我们 你单单去街上走的话 那最近去走的话 当然你看不见了 最近要去哪里看呢 要去那些卖口罩的地方 就看到大家很忙碌在排队 那可是在之前的话 你发觉你在街上走的时候 很多人的脚步都是很快的 所以有些人他们做了这个查考 他们说新加坡人的平均 他们的步伐 大概是时速6.1公里 6.15公里 那它是其实蛮快的一个步伐 那这个就是新加坡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了解 可是却没有真的去感觉到 没有去停下来再去思考 因为你也跟他一样 走得一样快 你没有发觉到 他走得很快 因为你就是走得这么快 可是这个确实表露出 我们这个社会的忙碌 我们本身就是在过着这个生活 忙碌的一个生活 为什么我们这么忙碌呢 我们有没有静下心来 有些时候去思考一下 为何我的人生搞到这么忙碌呢 如果你去问你的父母亲的话 你去问一些人的话 他们就会跟你讲 我忙碌 就是为了要赚三餐 我今天要为了我的儿女来赚这三餐 为了父母来赚这三餐 所以如果我不去工作的话 不忙碌工作 那我怎么可以喂养我的家人 你觉得我们忙碌的就是为了赚三餐 真的 在新加坡 如果你不去工作的话 谁会给你钱呢 如果你要去找福利部的话 你也要忙碌去找的福利部 新加坡 新加坡人一般 在2018年有这样一个统计 我们大概每周呢 大概做四十四点 四十四 大概四十五个小时吧 四十四点九 工作 工作时间大概四十四点九 大概我们就把它讲成四十五个小时 会不会很长呢 对于我们来讲已经是习惯了 很多人可能讲说 我做的时间还比这个更长 我在2017年年末的时候 应该对不起 2018年年末的时候 到了澳洲 那在当时候就刚刚有一个 就有一个机会 听到一个姐妹她做一个见证 她在讲她 讲述她自己在工作的疲劳 怎么样开始有点崩溃 那她就讲说 她当时候大概 一个一周里面 大概是做三十五个小时 那我一听到我就在那边想 在新加坡里不是死掉 三十五个小时 你都开始崩溃 当然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精神状况也不一样 你不是要笑她 在那边可能这个时间呢 这种的时间应该算是长 在澳洲的话 可是在新加坡来讲的话 这不算是什么 真的是不算什么 我们天天工作 我们做五天工作 就算做五天制的 我们的时间都长过这个 可是我们大家会感觉到吗 我们不感觉到 我们觉得这是合理的 偶尔偶尔才会在那边抱怨 可是我们都知道说 我们今天还是要去上班 还是要花这个时间在工作 我们已经把这个 当作是我们人生的事实 以前青床面有这个艺人 叫做欧静娟 上年纪四十几岁的人 就应该认识她 她最近搬去巴黎那边上班 那她回来的时候呢 就有人跟她做个采访 那就问她关于 在那边工作的一些经验 那她就讲说呢 在巴黎的工作 她所经验的一个事项 就是她被投诉 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 来投诉她呢 因为她在八点的时候 八点晚上 她寄出了一个email 给她的同事 然后她同事收到的时候 就上人力部去投诉 因为他们没有 人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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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那告诉她说 她已经侵犯他们的 侵犯他们的休息时间 因为他们现在这个时刻 不是上班的时间 我看在新加坡 我们应该会 看到此事 我们应该会感觉到 很惊讶 我们在新加坡 应该是什么时间 都有发email 老板不会印证 你在睡觉 不给你email 不给你短讯 不打电话给你 因为工作需要做 就是需要去做 可是在别的地方 他们却不是这么想的 他们需要有休息的时间 有休闲的时间 又有工作的时间 所以甚至她的老板 就是欧金仙的老板 特别还跟她讲 不如你去 试着尝试 有一些活动 去找一些活动 去找一些 去找一些 嗜好 那还给她一个 电影票 叫她去看电影 所以这个就是国外 他们对于 人生规划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在新加坡 我们真的是不感觉到 这一点 我们因为我们都 真的是习惯了忙碌 我们天天都是上班到很迟 那真的 我们应该静下来 问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忙碌呢 我忙碌真的是有 我的原因真的是合理的吗 是不是只是单纯 只是为了赚三餐呢 在新加坡真的赚不到三餐吗 而且真正的 我们需要三餐来过活吗 在减肥的人啊 天天吃两餐就够了 他都不会饿死啊 所以事实上 我们真的也不需要赚取三餐 我们两餐 一天两餐就可以过活 而且在新加坡 我们的环境 其实是 给我们很多机会去工作 其实老老实讲 如果我们真的不是 太过 太过 困苦的情况状态的话 我们大家都可以赚得取三餐的 那可是今天我们是不是为了只赚三餐 来努力呢 很多人忙碌的是为了什么来忙碌呢 为了争取更高的社会的地位 为了赚取更多钱来享受 所以他们可以从一个咖啡厅 咖啡座 跳到去另外一个咖啡座 那可以从一个餐馆 到另外一个餐馆 可以到一个度假村 去另外一个度假村 从这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 为了什么 为了就是要满足自己的 恩自己的喜乐 那为了这些 当然就需要打拼了 所以今天我们要回想的是 我们为了什么缘故 而要忙到忙碌呢 那更是要了解 我们的忙碌 其实它会要付出代价 我们的忙碌 第一呢 会使到我们自己身体健康 也会产生出问题 可能现在你看不见 可是当你老的时候 你就发觉 你跟其他人来比的话 你的身体状态 就没有这么好 因为你一直在 年轻的时候 一直在打拼 在忙碌 那你所赚取的钱呢 以前所赚取的这笔钱呢 现在就要花在你的费用上 那应该花在这个 医药花费 那我们知道说 新加坡的医药费 它是不便宜的 那好像 大家也知道我妈妈的事情 我妈妈那时候住院的时候 大概住了三个月 那这个费用大概是 没有加上这个政府的 津贴的话 它大概是三百千 就是三十万 那政府津贴了之后呢 它就扣掉二十万 那可是呢 过后还是要还 大概十万块 这就是新加坡的医药费用 当然不是每个人 都会花这么多 可是它的费用 平均来讲都是比较高的 所以你早期所忙碌的那笔钱 在你年老的时候 就拿去贴这个药费了 这就是我们所付出的一个代价 有些年轻的夫妻 他们刚刚结婚 又刚刚生了孩子 可是因为忙碌的工作 两岁的时候呢 就必须放去托儿所 那我们就在那边想说 起码 那边有的学习 可是我们却没想过说 两岁的孩子 他其实最需要的 就是家庭的关怀 所以他两岁的时候 大部分时间就花在外面 花在家人的身边 如果是他长大之后 他跟家庭的感情不好 那可以怪谁呢 可是这都是什么 因为我们要忙碌 我们忙碌的 为生活来打拼 所以趁这时之间呢 我们应该好好地静下来 好好去思考我们的人生 圣经有这个王 叫做所罗门王 他是很有智慧 因为他特别向神求智慧 那神也特别加给他财富 那所以他的一生啊 是很有钱 那在他的一生当中 他也用他的钱 来好好地去享受 我们来看他怎么样去享受 我们来看这传道书的第二章 传道书的第二章 第2到11节 verse 2 to verse 11 Ecclesiastes chapter 2 verse 2 to verse 11 这一段是 这一段是所罗门王他自己 他就这样的描述 他做的一些事情 几乎我们能做的 他都在做了 他建造大屋 建造葡萄园 建造一些公园 建造一个公园 那他家里面有牲畜 那还有扑币 而且还有扑币 在他家所生出来的 这就代表说 他其实 几乎拥有一切 那这边还讲说 他有很多金银财宝 他还告诉世人说 他在享受的时候 还特别去聘请了 这些能唱的这些男女 就是在家里面 自己看自己的 自己在那边 独自看一个歌 看一个演唱会 这个不是我们现在 每个人都想拥有的吗 有钱 有的享受 有人来服侍我们 我们不用 不用特别 去想这么多 我们一切东西都拥有 如果我们真的像他这样的话 我们真的是可以感觉到 人生真的是很有意义 我们的盲目 真的是给予我们 一些人生的意义 可是他就在11节 这么样的做一个 算一个小结论 他说后来他查看 他所经营的这一切 就是他静下来的时候 他在看 我的双手 所建造的这一切 他的劳碌 他的工程 的成果 他想说 这些都是虚空 都好像在捕风一样 好像我们首先要抓风 那个抓不到的 他在享受的时候 的后面 他竟然想说 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 这所罗文王 他真的是 真的是有一个 有智慧的一个王 我们很多人都想说 我们忙碌就是为了 赚取这一切 那你撞取这一切之后 又怎么样了呢 你今天真的很有钱 天天请刘德华来 唱给你听 那你听了一下子 你也会 你也会 你永远不会觉得满足的 你永远不会觉得满足的 对不对 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吗 从一个 从一个享受 到另外的享受 一直到另外的享受 一直在找另外一些事情 来让自己更享受 所以你出国也是从这个 比较宁静的国家 去到更远的国家 再去到更远的国家 甚至要去到南极北极 就算你有机会 如果有机会 可以上月球的话 我也要上去 可是又怎么样呢 你不会感觉到 到头回 到头来 你来到你自己 在面对自己的时候 那你不会觉得说 好像也没什么 你当时看演唱会的时候 看得很开心 很入神 可是回到家的时候呢 你不是感觉到 没什么吗 你就想说 可能再去看多几次 还不是一样 回来也不是一样 你觉得自己 可能我应该去 几个节目 但几个节目 你回到家 这就是所罗王 他在这边 所体会到的一个感觉 而且这个不是一个虚荒的感觉 这是一个真实的感觉 那所罗王他更进一步的 再去探讨这一切事情 如果我们来看第五章的话 第五章的第十五到十六节 verse 15 and verse 16 Ecclesiastes chapter 5 verse 15 and 16 as he came from his mother's womb naked shall he return to go as he came and he shall take nothing from his labor which he may carry away in his hand and this also is a severe evil and this also is a severe evil just exactly as he came so shall he go and what profit has he who has labored for the win 这边所罗王他跟我们讲 Solomon tells us 他说 这个是个事实 this is a truth 你从你母胎 是侧身而来的 那你也必侧身而去 你劳碌的得来的 这些能带走吗 真的我们所得到的 这些金银 我们现在可以 带着一起去吗 我们也是不能 带着一起去 所以所谓王他在思考的时候 他说人生最终 都是会走这条道路 所以他才知道 真的在享乐当中 急迫你当时候很享乐 可是最后 当你死的时候 一切都是没有的 我们的忙碌 到底有没有意义了呢 耶稣基督他特别讲了 这个比喻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书的第十二章 路加福音书的第十二章 第十六到二十一节 verse 16 to verse 21 Gospel of Luke chapter 12 verse 16 to verse 21 Then he spoke a parable This night This night your soul will be required of you Then whose will those things be which you have provided So is he who lays up treasure for himself and is not rich toward God 这边耶稣他特别设这个比喻 来描写大家的心 一些人的心情 心态是什么 有些人的心态 就好像这个财主一样 他们蒙神的祝福 已经得到很多 很多就是丰收 已经很有圣的 他们的田产圣收 那可是他们的心里面 是怎么想的呢 以及在感谢神 他们心里面却想说 哇 我已经没有地方 再收这些了 那应该是不是把它 拿去给别人呢 既然这些都是神所赐福给我们的 我不要说 我很阔气的 把我百分之 一百的东西 来捐给别人啊 可能我就说 百分之十的 我哪去给一些穷苦的人 那也好啊 可是在这边 他却是怎么说呢 巴结他讲说 哇 我想到了 这个不够大是吗 我把它拆了 再建个大一点的 他在想说 明年还可能 继续会 装更大 我说 建大一点的 所以为了明年 我们可以 为了明年来用 那其实这样 也不算是 也不算不好了 也算是还好了 可是最糟糕的 就是在十九节 他的想法 他在心里面想说 我就对我自己的灵魂说 灵魂啊 你有许多的财物 聚集了 聚集了 可以用多年了 你可以安安逸地 吃喝快乐 你发觉 这财主的愚昧 就在这里发现了 这财主 他是有智慧的 没有 应该他是有知识的 他的知识是什么呢 他的知识是说 我们人 有灵魂 就是我们人 不只是现在 看到的这个外体 因为我们人 若是我们真的去想的话 我们人 是以这个肉体来 来做 可以做很充足的 一个表现 就是代表我们 那当然 我们现在 以这个角度来看 当然 就是你的 就应该是这样来讲 可是有些人 他们不能说话 他们 他们不能动 可是你却发觉 他们的心里面 还是很 还是很活跃的 就好像 Steven Hawking 他不是可以 参透 宇宙的奥秘吗 我们的外体 不能代表了 我们这个人 因为我们本身 每个人 都有一个灵魂 所以这个财主 他有这样的一个知识 知道每个人 都有这个灵魂 可是他却没有 这个智慧 就是知道说 灵魂 他不需要用到 你的这些物资的 你继续的再多 你也没办法去 喂养你这个灵魂 更重要的是 你为他预备这么多 明天 那造灵魂的主要回的时候 你根本什么都没了 所以他忙碌的这一切 最终呢 是虚空 是捕风的 那我们大家 有没有以这个比喻 来做一个提醒呢 或者是 如果我们在座的朋友 会不会来想到 有一些启发呢 真正的人死了之后 这个灵魂要去的 到底是在哪里 什么东西 才能真正的 让这个灵魂 得到他的满足 那我们就应当 为那件事情来忙碌 这也是神 他需要我们 我们去做的 为了灵魂 来去忙碌 所以 神他告诉我们 我们要去努力的 去了解这一切 那他也邀请我们 我们大家来得到这个 我们来看 约翰福音书的第四章 约翰福音书的第四章 的第十三十四节 耶稣他在这个井旁 遇到了一个妇人 我们肉体是需要喝水的 那我们今天喝了满足 可是到头来 过后我们过了几个小时之后 我们还是需要再去找水喝 它不是描述了一种 人生的一个现象吗 就是我们忙碌的 在为这个过后 还会渴的水来忙碌 那在这边 耶稣特别告诉 他会赐给我们一个 不渴的水 那一直直到永生 那这就是今天 耶稣要给我们 每个人的 就是这个永生的水 直到我们的灵魂 可以得到 他真正的滋润 所以我们身为 如果是我们要 真正灵魂 可以得到满足 我们就要努力地 去找到这个水 所以西伯来书 作者跟我们 讲 我们来看西伯来书 的十一章的第六节 西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的第六节 那这边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要得到这个水 就要先来找到神 这神 他就 第一 你要先相信他 我们在座 我们都是基督徒的 我们都知道 我们也相信了这个神 可是更重要的 就是下一句 其实说 我们在努力地 在寻求他的时候 他将会赏赐 赐以赏赐给予我们 就是我们所忙碌的 这一切 都不会徒劳 他就会得到 他应有的赏赐 所以今天身为基督徒 我们应该努力地 在为这件事情来忙碌 不要为了很多 只是为了今生的 一些事情来忙碌 因为你今天所喝的水 你等一下 还是会照样渴的 这个事实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可是当我们努力 为神国的事情 来忙的时候 你就会得到这个 永远不渴的水 一直尽到永生 我们今天有没有 这样的一个警惕 或者这样的一个提醒 我们今天是很忙碌 可是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 我们不是忙 是我们反而是忙了 是瞎眼 是忙了 我们今天很多人 忙碌到这个地步 到我们已经开始 对很多事情 都开始变忙了 我们什么事都已经开始 不要管 对家庭也是开始 马虎 家庭关系开始马虎 我们父母亲 还是孩子 还是谁 还是你太太先生 叫你花多点时间陪我 没有空 我就要做工 不要忙 我们跟别人的社交关系 也越来越塌了 因为上班都没直接 还去跟人家 去跟人家喝茶聊天 这些都是表露出 我们开始已经忙了 更重要的是 对于信仰的事情 我们也是开始忙碌 我们也不把觉得 当作来信神 当作是个很荣耀的一件事情 当开始来教会的时候 开始信神的时候 感觉到真的信神 是很开心 很喜乐 很荣耀的一件事情 来教会的时候 充满着憧憬 是拼命要来教会 就是带着拼命那种心情 来参加聚会 就算是下大雨 挂大风 我都会冒雨而来 现在开车 当时我可能还没有 还是坐公交车 或者坐地铁的 可是现在呢 开了车 下雨 哎呀 算了啦 下大雨 怎么去教会 下大雨怎么去教会 跟老师现在呢 哎呀 现在有 现在有这种病情啊 最好就不要来教会 我们以前来教会的时候 是不是有这种心态的呢 这些都是我们的心 开始越忙碌 就越来越忙碌 所以我们每一位都要好好地静下 有些时候要静下自己的脚步 好好的去思考我们要怎么样过我们这一生 人生它是会越来越忙碌的 可是呢 我们却不要 因着这样 而被它带走 反而真的是为了我们信仰 好好的努力 因为它会给予我们这个永生的水 所以我们求耶稣基督赐福以给我们大家 我们唱另外一首诗歌 诗歌三百八十首 Let's sing him three eight zero